披头盖脸砸下来的斥责 让禁玉完全愣住了 漆黑的眼眸第一次有慌乱和无措 伯母 您什么意思 我和念念不是已经订婚了吗 她以为杨翠花是责怪她来找许念念 找得太频繁了 要是换做别人 禁玉才懒得管别人怎么想呢 可现在对象是她丈母娘 禁玉能不慌吗 杨翠花扫了禁玉一眼 激动地说道 就算已经订婚了 那你也不能这么荒唐 我们念念单纯不懂事 你身为一个男人 还比我们念念大那么多 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她不懂事呢 禁玉被数落得一脸懵逼 她哪里欺负许念念了 禁玉还想反驳来着 下一秒 杨翠花给她扔了一个重磅炸弹 你昨晚 到我闺女房里干了什么混账事 我都听到了 随着杨翠花这句话落下 禁玉只感觉轰了一下 脸蛋迅速发烫 想到昨晚给许念念揉脚的时候 许念念哼击的话 禁玉知道 杨翠花这是误会了 开口想要解释 却被杨翠花抢先 你们不是第一次吧 我今天看了 床上没有落红 落红是什么 饶是禁玉没有感情经历 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禁玉已经从脸红到脖子根了 我 伯母 我 我没有 你敢说你没碰我女儿的身子吗 禁玉瞬间卡壳 碰了 可和杨翠花想的不是一个意思呀 完全就是另外一件事 然而那件事 禁玉更没办法告诉杨翠花 不然 以她丈母娘爱女如命的性格 肯定得提把刀把她给剁了 关键是 她要是娶孽孽 不仅不能反抗 还得把脖子撑直了 给丈母娘剁 于是 禁玉沉默了 杨翠花一看她的表情 就知道猜中了 一时间 不知道该气还是该叹 想到他们两人已经订婚了 而且她看得出来 自家闺女也是喜欢禁玉的 加上禁玉本人优秀出色 杨翠花也喜欢 所以也没怪她 只说道 你和念念已经订婚了 这件事呢 我也不继续责怪你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 你什么时候 跟我家念宝结婚 禁玉疏然睁大眼睛 杨翠花还以为她想拖着 顿时拉下脸来 不客气地说 禁玉 我可告诉你 我家闺女一直是我们老许家的宝贝疙瘩 你要是敢欺负我闺女 还不认账 我就是拼了我这条老命 也不会让你好过 称呼一下子从小禁 变成了禁玉 禁玉立刻见识到 自家丈母娘对闺女的疼爱程度 回过神来 禁玉赶紧解释 伯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那你啥意思呀 你说 杨翠花不等她说完 生气地问 禁玉所有的话卡在喉咙里 最后道 伯母 只要念念愿意 我马上就可以跟念念领结婚证 你说真的 嗯 前提是 念念得愿意 我不想逼迫她 听言 杨翠花想到一个可能 这么说 你跟我家念宝提过结婚的事 被我家念宝拒绝了 禁玉想了想 昨晚刚提过 只是被拒绝了 于是 禁玉点了点头 杨翠花立即变了脸 脸上笑出了褶子 哎呀 小禁 你瞧瞧你这傻孩子 婚姻大事 都不来找伯母商量 我看你这孩子呀 就是傻 不过 伯母就喜欢你这 老实芭蕉的样 这事啊 你交给伯母 伯母去给我们家宝贝说 你呢 就回去通知你父母就行了 禁玉没想到 丈母娘变脸如此迅速 她一时间没跟上节奏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她这是被催婚了 禁玉唇角的笑 再也止不住 有种被天上馅饼砸到的感觉 杨翠花搞定了禁玉 又跑去找许念念说 期间 禁玉就坐在客厅里 陪着许大伟闲聊 好 好 谢谢啊